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入胎经 继续来看原文 上一讲我们讲到佛陀对南陀说 什么样的情况是正念入胎 不正念的住胎和出胎呢 佛陀说呢 有这样一类的凡夫 他呢 幸乐持戒修习善品 常为圣事做诸服行 其心置之不为放逸 智慧比较少 临终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后悔的事 也可能是欺生欲留家家一来一间 这样的人呢 此人先修善行 临命中时 虽苦来逼受诸苦恼心不散乱 父还正念入母胎中 这样的人呢 虽然受到了临命中的时候 在上一辈子去世的时候 受到了很多的苦 临终的时候呢 虽然受到了苦恼 但是心没有散乱 所以在入胎的时候是正念的 那正念入的时候怎么样啊 由是下立 了知诸法由业而生 入胎的时候他还知道 广说如上乃至初胎 虽受如是诸极苦楚 由是中立根故 入住正念 不正念出 这样的众生呢 他是中立根 不是上立根了 所以入胎正念 住胎也能够正念 但出胎的时候迷掉了 广说如上 跟前面的第一种情况是一样的 佛陀在这里省略不再讲了 谁当乐入如是胎中啊 谁会愿意这样 在六道当中轮回沉沦呢 难陀 如有一类凡夫有情 幸乐持戒 修习善品 常为圣事 做诸福行 广说如上 乃至临终无悔 或是七生欲流等 这个呢 跟刚才说那些全部都一样 临命中的时候啊 心不散乱 正念的入胎 但是他属于下立根 他的根性呢 属于下立根 入胎的时候知道 但住胎出胎都迷了 广说如上 那都省略不讲了 跟前面一样 谁当乐入如是胎中啊 接下来佛陀讲最后一种情况 就是入住出 拒不正念 从入胎都是迷的 这种情况呢 是我们当代末法时代最多的情况 可以这样讲 我们当代的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九的众生 那都是这第四种 入胎 住胎 出胎 都是迷掉的 都是不正念的 佛陀说 如是 如有一类 凡夫有情 乐悔境界 不修善品 这一点跟前面三种都不一样了 前面那三种啊 不管怎么样都还是持戒的 坏事不做 多做好事的 最后这一类呀 不行了 这一类呢 毁境界 杀生 饮酒 邪淫 无恶不做 佛教讲的 十善 一样不做 十恶都做齐了 不修善行 为了恶事 做了各种恶行 心不制止 放纵自己的各种欲望 没有智慧 贪财吝啬 他呀 手长蜷缩 不能舒展 什么意思呢 把手攥得很紧 用来比喻什么呢 贪 贪心 吝啬 手什么都想抓 拳头攥得很紧 忌讳于人 很有希望 总是想占别人的便宜 别人有什么好事 他都想去占 自己呀 从来不懂得不失 不懂得施舍 只知道占便宜 你看看当代社会 是不是都这一类呀 佛教徒也是一样 你看现在的这个佛教徒里面也都是到哪都想占便宜的 到了寺院都想拿两本书 拿几个纪念品 用点拿点免费的香 拿两个护身符 拿两个像那个菩萨吊坠 你听说能不能 你需要不失一点钱呢 我不要了 还要钱呢 佛就你们还学佛呢 就你们这个寺院还收钱呢 你们这个寺院呢 一看就修行不精进 你们这还收钱 根本就不是 根本就不是专业的 你看 现在社会都是这样 你免费送他 他还要考虑考虑 你这里是不是有套路 其实寺院的确有很多给大家免费结缘的 但是你要知道啊 这个寺院给大家免费结缘的目的是什么 寺院给大家免费的经文 免费的经书 免费的香 免费的菩萨吊坠 免费的护身符 免费的结缘品 并不是因为寺院有钱没地方花了 而是因为寺院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让大家都能够发善心 有善行 也懂得不失 可是很多人到寺院免费拿东西拿惯了 我以前在有一家寺院住了几天 那周围的居室天天来 都是一些中年中老年妇女 来干嘛呢 师父今天谁给我拿走了啊 师父这那个那几本书 我拿我拿三千本走啊 我这边有人多 我都给他们发了 天天来拿东西 那寺院肯定说拿吧 那反正有 有你就拿吧 的确呀 寺院印出来了 做出来了 就是给大家结缘的 这个没问题 问题出在哪呢 问题出在这个东西给你了 不是为了让你增长 贪心用的 是为了让你也懂得不失用的 你拿了经书 你回去要读啊 要学呀 要用在具体的生活中 行为中 你说我读啊 我看呢 可是你读了 但是你仍然不懂得不失 仍然不懂得善心善语善念正行 全部还是都在做这些个贪嗔痴慢疑的事情 而且呢 因为寺院慈悲白给你了 然后还要不断的更加的贪 所以我们拿 当然可以拿 我有的时候看到书好 我也拿 我要告诉大家 我在这里讲 不是说你拿了得给钱 你不要误解我说的这个话的意思 你不要误解说 于老师讲的我明白了 就是说你拿 拿完了你得给钱 那不还是买吗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你拿完了 你要懂得不失 不失不是一定说 这把这钱给寺院 那叫不失 不是这样的 你拿了东西了之后 你可以懂得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 你说我要多不失 寺院有需要的时候 我去不失 并不是说我拿了书 我给十块钱 这回我没有心里负担了 我等于买的了 不要这样想 还那不还又成了做交易吗 那寺院呢 就不叫免费结缘了吗 我讲的这个弊端就是什么呢 大家都到寺院 都到佛教这里面来讨便宜 讨便宜 讨习惯了 哪天不给他了 或者寺院要卖了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白给你是白给你 我们做是要花钱的 寺院印书没有人给免费印 那个纸张也都是要花钱的 寺院要结缘 调注护身符 要印刷 要制作 也都是要花钱的 那寺院哪天说了 说大家你们也随习供养一点吧 你说那 那可不行 你们这个寺院 你们都免费结缘 现在 哎呦还要钱了 还收费了 哎呦 那不行了 你们这不行 你们这学佛 你们不专业了 你们学佛已经不清静心了 你看 你看看这个 你就跟那个世俗的普通人 没有区别 你不是佛弟子 世俗的普通人都这样 你们发现没有啊 你要跟那个世俗的普通人 你跟他聊天 他就会这么说 现在寺院都商业化了 去了之后什么都要钱 可是如果他去了寺院 发现有很多不要钱的东西呢 他可劲拿 寺院真有一些免费结缘的香 他绝对他不心疼 他跟那多烧几根 寺院有免费结缘的福袋 有免费结缘的书 免费结缘的菩萨雕坠 他一定多拿几个 拿完了之后 出去了 说现在寺院都商业化了 他继续这样说 你要说 施主啊 这个拿一个就行了 拿两个 您给点钱吧 他说了 哎呦 我一个都不要了 什么破玩意儿 我还想要你这个东西 我不要你这个玩意儿 你们都是骗人的 就是想收费 你看 就你们还学佛呢 他还得骂你 说了 就你们这样 你还学佛呢 你们佛都没学好 合着他学的好 合着他学 他不学佛的学的好 人家学佛的 还不如他不学佛的 学的好了 如果说在座的各位 咱们作为佛弟子 也做这样的行为 你跟那个世俗的人 是一样的 甚至比他们还不如 因为你还学习了 他还没学习 这就好比什么呀 以前我们在抖音 开直播 在这个视频号 开直播 有的人进来就骂我 他骂我可以 我不能回怼他一句 我要但凡跟他掰扯一句 他马上就成了受害者了 哎呀 你看 你还骂人呢 哎呦 你还学佛呢 你学佛学的不好 我就是来考验你的 哎 你没经过考验 我骂你看看你啊 动不动心 也就是说什么呢 他骂你行 他骂你一百句 一万句 骂的多难听都可以 你不能回他一句话 哎 你说你 我要问他说 你平时这么骂我呀 我怎么了 我把你家孩子扔井里了 我还是怎么着你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来骂我呢 你懂不懂得这个 五讲四美 讲不讲文明啊 嘴巴能不能干净点啊 哎 他马上就说了 哎呦 就你这样 你还学佛呢 哎呦 你心不清静 我就是来试探你的 你看 你不 你心不静了吧 哎呦 你学佛学的不行哦 哎呀 你还骂人呢 你看 他骂你行 你说他一句不行 你但凡回他一句 他说你 他就拿学佛来说事了 就意思说你学佛的人不能这样 他还懂呢 所以这就是什么呀 我们讲的这个是慈悲给到你了 不是要增长你的贪嗔吃蔓夷的 寺院给大家有这个免费结缘的 也是一样 大家拿到了 学习了 结缘了 随喜一下 或者是懂得不失 也能够行不失 这个寺院的不失 寺院的结缘就有意义 否则的话就没有什么可结缘的意义了 你像我们给大家结缘就告诉大家了 你结缘一件 你自己付邮费 你结缘两件 你就付两个邮费 就为什么呢 防止你贪心 你不要以为你贪心 有的人说我结缘 反正你白给的 我来他 我来他三百个 那能行吗 你来三百个是免费给你了 我这三百个人家跟我要钱 没有人白给我 我们要想的是什么呢 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 那现代人都喜欢占便宜 忌讳于人很有希望 得便宜就使劲占 你说这样的人未来他能不迷胎吗 因为他的愚痴太重了 心不调顺 剑行颠倒 临终悔恨 因为内心是不调顺的 他的支剑 剑地 以行为都是颠倒的 所以临终的时候 在临死的时候 内心又有后悔 又有各种嗔恨心 各种不善业力 全部出现了 各种不善的业力 全部现前 于是在死亡的时候 各种痛苦 当死之时 猛力出毒物 痛脑逼切 其心散乱 有诛苦恼 不自一时 我是何人 从何而来 今何处去 因为在过世的时候 在去世的时候 各种各样的痛苦 全部的 报应在自己的身上 内心 害怕 痛苦 散乱 由于这些苦恼发生了 他不知道我是谁了 我从哪来 我现在要去哪里 不知道了 全部都是昏尘的 难陀 是为三十日皆无正念 广说如上 佛陀在这里 亲切地呼唤 难陀说呀 这样的众生 入胎 住胎 出胎 这三十 都没有正念 都是昏尘散乱 痛苦的 广说如上 跟前面讲的一样 难陀 此诸有情 生在人中 虽有如是无量苦恼 然是胜处 于无量百千 聚之结中 人身难得 若生天上 肠胃坠 有爱别离苦 命欲忠实 于天告严 愿辱当生 世间善趣 佛陀说难陀呀 这样的友情 生在人中啊 虽然生而为人 很痛苦 但其实这还是个好地方 我们说生在人 我们都生在人道 人道有多少痛苦 其实我们在座的都知道 人道其实是很痛苦的 有这个爱别离苦啊 五蕴胜苦啊 生老病死苦啊 等等等等 那是很苦的 但是呢 佛陀说呀 从六道相比来讲啊 人道虽然也很苦 但其实还算是个好地方 是个胜处 在无量百千聚之结中 在无量无边的 时间大结当中 人身难得 咱们经常有人打错字 打人生难得 不是人生啊 是人身 是我们这个肉身难得 我们得逞 生得这个人的身体 人身难得 我们的身体是很难的 生而为人是不容易的 前两天我们去放生 那么多的鱼 他们也有机会生成人 但他们没 为什么没呢 就是因为过去世的 业力使然 鱼吃使然 堕到了畜生道 陷了这个鱼的身体 那生到天上 也有人说 生到天人道 不是享受吗 享乐吗 佛陀说 生到天上 也不怎么好 生到天上啊 特别害怕堕落 因为生到了天人道 他们都能看到 他们就能看到 人间什么样 哎呦 这个痛苦啊 脏啊 看到畜生道 看到恶鬼道 看到地狱道 天人道的人 看得都很清楚 所以他们非常害怕堕落 天人道 看我们人道啊 就像我们人 看那个猪圈一样 你有的时候 你到那个 动物园去 还没到那个狮子龙呢 没到那个狮子 斑马呀 河马呀 野猪狗熊啊 还没到那个 那个位置 就已经闻到了 那个味道 受不了 有的时候 有一次我去 那个野生动物园 离得好远 哎呦 我是什么味啊 臭的不行啊 戴着口罩都受不了 前面是狮子园 这种恶臭味道 简直是让人无法忍受 那么狮子本身 他知道吗 他不知道 狮子能闻到吗 他闻不到 那是他身上的味道 他吃喝拉撒的味道 他自己不知道 我们到那个猪圈去 一走到猪圈旁边 那个干水味啊 猪身上的味道啊 还有那个猪屎味啊 猪圈味啊 让人难以接受 受不了 我们一闻 哎呦太臭了 可是猪不知道 猪闻不到 天人来到我们人间一看 哎呦 你离我们近一点 估计还在2000米高空的时候 这天人就受不了了 这啥味啊 哎呦 受不了 这个人呐 太恶心了 这个人身上的味道受不了 我们自己闻不到 我们不觉得 当然有的时候 我们也觉得 别人有的时候 身边人有狐臭的时候 哎呦 我们也受不了了 所以啊 这个天人看我们人 就跟人看动物是一样的 臭 脏 我们看那个 摆上了一桌美味佳肴 我们摆上了一桌美味佳肴 觉得又吃的真香 天人到的 天人一看 我的妈呀 这什么玩意儿 他爸还吃呢 太恶心了 咱们在那吃的东西 天人看来呀 就像猪吃猪食一样 就像狗吃大便一样 哎呦 那天人看不下去 所以天人呢 特别害怕堕落 天人为什么还会害怕堕落呢 他们的寿命好像很长 那是针对我们人而言的 比如说八千岁 两万岁 我们人觉得好像很长 从天人的角度上来讲啊 八千岁 两万岁 八万岁 对他们来讲是很短的 所以他们想啊 就害怕呀 我这八万岁寿命结束之后 有没有可能又回到这个人间去了 有没有可能到那个动物道去了 他们很害怕 所以佛陀在这里讲叫肠胃贼堕 肠胃贼堕 他们害怕 害怕自己的寿命响尽了 又堕落下来了 他们为什么能生为天人道呢 就是因为过去中了很多很多的福报 可是他们身为的天人道 又没有别的机会中福报了 所以呢 在那儿所有的享乐 都只是一味的消耗福报了 这就好比有这么一个人 在银行里存了很多钱 所以开始享受了 但是享受 他只能享受 不能再赚钱了 那这个钱再多 有花完的一天 天人道就是这样 他们在天人道上享乐 就是在消耗自己过去无量节 所种下的这个上根福报 这个福报啊 他不能再种了 因为他只在享受嘛 享乐就不能种福报了 所以他就一直在享乐 一直在享乐 就消耗自己以前种的这些福报 就好像在消耗自己以前在银行里的存款 而这个存款早晚有消耗完的一天 消耗完了他就得堕落 他就还会回到人道 人道的福报 再想完一旦作恶 就又可能回到地狱道 动物道等等 我看有人问了 说这个天人道可以归一佛门修行吗 当然可以 但是那里太快乐了 天人们太快乐了 他们觉得修行是一件很苦的事 先享乐再说 这就好比现在我们这个人间 有很多富二代 有很多大老板 家里有很多钱 事业蒸蒸日上 你这个时候给他讲讲你学佛吧 他说我不想学佛 我得多找几个小三呢 我还得去买奢侈品呢 我还得出国旅游呢 我没时间 不好意思 于老师 等我将来退休了 我再好好跟你学佛吧 天人也是这么想的 天人就会觉得 学佛修行是好事 我们也知道好事 但现在这个快乐太快乐了 我等我快乐快乐再说 先等我快乐 比如我现在八万岁的寿命 我先快乐七万岁吧 剩下来一万年 我再跟你学佛吧 他就这么想的 结果再剩一万年的时候 他又想了 再过五千年再说吧 我留五千年给自己学习 有人说有那么快乐吗 当然 其他的佛经当中 有这样的描述 说天人道有多快乐呢 快乐道啊 就好比说 在座的各位 你上了天人道 我鱼雷也上了天人道 咱俩在人间还挺熟悉的 但咱俩都在天人道享福 享乐呢 咱俩一见面 咱俩这么一见面 连打个招呼的时间都没有 咱俩打了个照面 你连说句 于老师你好啊 你又看到你了 你也来天人道了 连说这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 我也不愿意搭理你 为什么呢 我们都在 都在抓紧时间 享受着无上的快乐 咱俩根本没时间互相搭理对方 太快乐了 还认识吗 当然认识 天人道是 是这个清明的 所以就忙着快乐 这是其他佛经当中打的比喻 亲戚朋友 家人 遇到了天人道 在天人道上相遇了 没有时间打招呼 因为太快乐了 地狱道有多痛苦呢 地狱道的痛苦 也有一个比喻 就是亲爹亲妈 看到儿子在那受苦 他也不愿意带他去承受 这跟咱们人间不一样了 人间有的时候 那个儿子得病了 妈妈说恨不得 把这个病抓到我身上 让我来得这个病 那到了地狱道就不行了 到了地狱道 那个妈妈说不行 你自己受着吧 儿子 我可受不了你这个苦 我没有办法带你受 纵使是父母子女 无肯待受 天人道在哪 天人道在干嘛 天人道啊 有这个 有欲界天 色界天 和无色界天 共有33天 这个以前我们讲了 所以他有一个天道 天人道在干嘛呢 在享乐 那种乐不是我们人间的乐 天人道的天人 能知道过去世和未来世吗 有一定的神通的是知道的 并不是所有都知道 所以佛陀不赞叹天人道 佛陀认为这天人道 还不如人道殊胜呢 咱们看入胎经里面 佛陀就说了 人道啊是胜处 是好地方啊 虽然有苦 虽然有很多苦恼 但人道啊 是个好地方 生到了天上 好像很快乐 但是呢 会害怕要堕落下来 天人道还有爱别离苦 等到他快从天人结束了 天人的寿命快结束的时候 其他的天人就会告诉他 说呀 希望你呀 能够生世间的善道 不要 千万不要堕到不好的地方去啊 其他的天人寿命还没结束 跟他一起玩的时间太久了 还能跟他 有时间跟他说句话 愿辱当生世间善去呀 希望你能够生到世间的好地方去呀 云和世间善去 世间善去是什么呢 什么是世间的善去呢 去在这里我们要知道 不是乐去的意思 去在这里我们应该 把它认为是一个 去 或者是去处 我们把它呢 这样理解 善去 比如人间有六去 就是有六道轮回 有六个去处 有六个趋向 那这个去呢 不是乐去的意思 是趋向 去处的意思 所以说 愿你呀 到世间呢 有一个好去处 有一个善的去处 那什么是世间善的去处 好去处呢 为是人天 人道天道 算是六道轮回当中的好去处 人去难得 远离难处 更复是难 佛陀在这里说呀 什么是好的去处呢 就是人道和天人道 这两个是六道轮回当中的好去处 但是呢 做人呢 更难一些 做人太难了 想要生到人道 这是很难的一件事 远离难处 更复是难呢 什么叫远离难处 更复是难呢 因为人道太难得了 佛陀看来呀 比那个天人还难 天人你修福就可以了 但是你修福啊 你到天人道 还只消福 可是人间不一样 人间是有苦有乐 可以生出求道心 向道心 悟道心 在人间可以成就 可以成佛 在天人道啊 就光知道享受了 那里太快乐了 那什么是恶道呢 什么是不好的地方呢 佛陀说 那就是三恶道了 有地狱道 有旁生道 旁生就是畜生 那还有恶鬼道 佛陀讲了这个地狱道 我们来看一看 云和恶趣 为三恶道 地狱趣者 常受苦窃 极不如意 猛利处毒 难可辟喻 恶鬼趣者 性多称慧 无柔软心 惨狂杀害 以血徒手 无有慈悲 形容丑陋 见者恐怖 设禁于人 受饥可苦 横背障碍 旁生趣者 无量无边 做无意行 无福行 无法行 无善行 无纯智行 互相识淡 强者凌弱 有诸旁生 若生若长若死 皆在暗中 不尽粪尿 购汇之处 或时赞明 所谓风蝶 蚊蚁 枣失 驱虫之类 自于富有 无量无边 生长长岸 我们来看这一段 佛陀说 你看这个地狱道啊 里面常受苦啊 很不如意 里面的那个苦啊 我没有办法给你打比喻了 太苦了 想了解有多苦啊 去学地藏经吧 佛陀说 这是入胎经 地狱的那个苦啊 太苦了 那我得专论 给你讲 所以这里就不说了 这里呢 就用一个难可辟喻 来表达了 他说那里太苦了 苦到啊 我都打不了比喻了 你想学这个地狱 有多苦 去看地藏经吧 那里有专门的讲解了 这是不重复说了 再看看这恶鬼道 恶鬼道啊 很多人不明白 总以为恶鬼的恶 是凶恶的恶 认为是这个恶鬼 其实不是 是饥饿的恶 吃不上饭 肚子饿的恶 这样的恶鬼 恶鬼为什么会成为恶鬼呢 就是脾气太大 性多称惠 无柔软心 脾气太大的人呢 很容易堕到恶鬼道 内心不柔软 学佛呢 总是女性居多 所以我们总会劝大家 要发柔软心 上善若水 像水一样 发柔软心 什么是上善若水呢 上善的善字啊 不单纯指善良 没有人觉得自己邪恶 邪恶的人也觉得自己善良 而且善良这个定义啊 本身是很宽泛的 你想一想 是不是谁都觉得自己善良啊 有一次我遇到一个特别 特别 怎么说呢 别人都觉得他很坏的人 我也觉得这个人性格不太行 自私自利 内心很黑暗 我遇到他了 跟我聊天 他倒是很尊敬我 一个就是向我吐苦水 郁老师 他们不理解我呀 别人好像都觉得我很坏 其实我内心很善良啊 你看他觉得他很善良 别人都觉得他是坏人 是恶人 那他觉得他很委屈 他觉得他是个善良的人 所以善良也好 恶也好 所谓的好人也好 坏人也好 不过就是看你站在哪个立场上 看问题吗 你中国跟日本打仗 中国肯定觉得日本是坏人 中国说你日本侵略我们中国 你日本是坏的 那日本当时的国民可不这么认为 他们的被洗脑的教育 他们被当时的什么大日本皇军 给灌输的思想是说 中国人需要被拯救 中国人需要被重新教化 所以我们是去解放他们 我们是要把大日本皇军的 先进的思想 先进的科技 先进的技术 普及帮助中国人民 你看 所以当时的这个日本人 很多人都要为他效命 男男女女 女的主动报名要当未安妇 要为大日本皇军的伟大事业献身 那你说谁是善谁是恶呢 当然了 从客观的立场上来看 当然这个日本是坏的 但当时他们的本国人民 可不这样认为呀 他们还觉得自己是善的 所以上善若水 这个善字不单纯指的是善良的意思 善的意思 同时还有善于找准自己的位置 有善于的意思 所以最好的 善于立己的 善于找准自己位置的 就是什么呀 就像水一样 水就是柔软 水呢 装到方盒子里就是方形 装到圆盒子里就是圆形 水呢是往下流的 不与人争 所以他能够找到自己最终的位置 找到哪儿去了呀 这个水最终流入大海了 等到他流入了大海的时候 别人才明白 哇 真伟大 真博大 别人还不知道呢 他怎么总往下流呢 怎么总往下走呢 最后明白了 看到大海的时候知道了 汇入了大海了 一切都能在大海当中生存 生长 净化 所以说呀 这个女德如水 女性就应该像水一样 男人也应该像水 最好的 能够善于找到自己的位置的 善于发现自我才能的方法 就是像水一样 学习那个水 懂得谦虚 懂得悲下 懂得到哪里就适应这个环境 你把我放在方的盒子里 我就变方了 把我放到原盒子里 我就变圆了 我不与别人争 你要就给你 你喜欢你认为这个事好 给你吧 我走了 我离开了 你自己玩吧 上善若水 是我们中华老祖宗 智慧当中的精华 是好东西 我们要学习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 咱们的这个中华文化 也有很多糟粕 什么糟粕呢 比如说吧 前两天 上一讲 跟大家提到的 有人说了 鬼谷子文化 鬼谷子智慧 城府要深 手段要狠 那就是咱们文化当中的糟粕 不应该这样去搞的 不应该去学那些个阴谋的东西 咱们中国人喜欢玩麻将 你看那个打麻将的智慧 是什么智慧呀 勒住下家不让他吃牌 也就是说什么呢 四个人各成一帮 没有谁跟谁一伙 自己就是自己的一伙 我宁愿不胡牌 我不让你吃一口 所以咱们中国人 就把这个糟粕的东西 就用在了生活当中 我宁愿我不好 我不能让你得便宜 你看看生活当中的人 是不是如此呀 打麻将就是这样 打麻将就是 你看啊 我得想帮设法的胡牌 但是如果我不胡牌的情况 我也不给你下家吃一口牌 我宁愿拆了我原来有可能胡的牌 我不给你吃牌 那中 这个智慧 这个智慧的糟粕就用在了 中国人很多为人处事的智慧当中了 就是什么意思呢 你别光我好不好 反正你不能好 你不能比我好 这就是传统文化当中的糟粕 是我们不应该提倡的 可是现在有很多人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提倡 你去刷短视频 现在就有人在讲 现在有很多人就是如此 就是什么呢 不能有别人比他好 你就看有一些这个 这个 同学 同学聚会 初中同学聚会 小学同学聚会 一去了 人和人之间的差距都拉开了 以前上学的时候差不太多 家庭条件呢 各方面其实没差太多 但是呢 十几年 几十年不见了 一回去 大家一聚会 那个差距都出来了 说实话 多年未见的朋友 见一见 叙叙旧 无可厚非 但是真不应该呀 多接触 这个老同学呀 以前的发小啊 好 以前的好朋友啊 不能多接触 接触太多了 他一比较 他就心生怨恨 你对他好 他要恨你 为什么呢 他觉得你怎么就过得那么好呢 你怎么就 就比我强呢 你怎么就比我有钱呢 你明明是想 对他表达你的好感 你觉得我们有年轻 小时候的感情 你好像对他好 甚至还想帮帮他 但他要恨你 有的时候这种恨你 都不知道从哪来的 他为什么恨我呢 你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坏你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过得太好了 没有别的 他就是觉得你凭什么比我好 你凭什么要比我过得好 你凭什么房子住的比我大 你凭什么 请问老师 是同学聚会被同学妒忌了吗 没有 我就参加过一次同学聚会 再都不去了 没有什么意思 我都不去了 他们妒忌我也妒忌不到 因为说实话 我是他们接触不到的人 那就是因为同学这个感情 有一次去吃过一回饭 也就这样了 在他们也接触不到我 过得不好的 别人又要看不起 没错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这里说 咱们学佛要修一颗柔软心 脾气大 性多称慧 没有柔软心 就容易有可能性 堕到恶鬼道去 我们学佛的人 就得放开自己的这个心 放下自己的称恨心 嬉笑怒骂的过日子 凡事别太当真 有的时候别人骂 骂你一句 你也不用太当真 又能如何呢 大家都是臭皮囊 几十年以后啊 谁都没了 你这个臭皮囊 五十年以后还有你吗 还有我吗 五十年以后咱们可能 哎呦 应该还有我啊 我说短了 一百年以后啊 说五十年说的有点短 我算了一下 我可能五十年 估计没准使使劲 还能活上啊 咱们说那个 往往多了点说 一百年后啊 一百年后还有你吗 还有我吗 这个世界上 换一茬人在这生活了 咱们 咱们这个肉身都不在这了 在座的各位都使使劲啊 五十年后咱们再聚啊 咱们都 大家都在座的各位都使使劲 都争取 都在活五十年啊 到咱们还能见面啊 所以在这里他讲啊 恶鬼道的人呢 性多称惠 没有柔软心 惨狂杀害 以血徒手 这样的人特别喜欢杀生 以血徒手 这是一个比喻啊 用血抹在手上 代表的是说杀生太多 杀生害命特别多的人 脾气大的人 没有柔软心的人 特别容易多到恶鬼道 恶鬼呀 没有慈悲心 为什么呢 因为恶鬼道的众生 每天都在饥饿当中 他不会说 我考虑考虑你的感受 不可能 为什么呢 他太饿了 他太饥饿了 所以他不会去考虑别人 你死不死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饿不饿和我没关系 我这边饿的不行了 他没有任何的慈悲心 哎呦 这两天看了一个短视频呢 给我看出眼泪了 说杭州有一个外卖员 这杭州这个外卖员呢 突然出了车祸了 然后出了车祸了以后啊 当时第一句话说 我还有一单没送呢 哎呦 给我干破房了 我这个眼泪飙出来了 他说呀 这个我还有一单没送呢 然后送到医院了 大家要抢救他 他说了 他说别抢救我 我刚来杭州 我没有钱 别抢救我 我治不起 我的命不值钱 这一句话呀 真的是让人破房啊 他说他的命不值钱 什么时候能用金钱来衡量生命呢 生命都是无价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 当今的这个社会贫富差距这么大 富的呢 富的流油 有钱都没地方花了 穷人说我的命不值钱 别治我了 想想就有点可悲 我刚才看有人问说 你怎么看弱肉强食的事 一会儿又看了 畜生道就是弱肉强食 一会儿我们会看的 先别着急 往下会讲道 那恶鬼道的众生呢 他没有慈悲心 刚才我姐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个外卖小哥这个事呢 就是因为他很穷困呢 他自己很穷困潦倒 比较平穷 但他还想着别给家人添负担 他还想着不要给自己的家人 万一自己的病没治好 自己的伤没治好 还给家里父母拉上了欠债 虽然他自己不怎么样 他还要想着家人 想着别人 恶鬼道都不想 到了恶鬼道 谁都不想了 没有任何慈悲心 形容丑陋 见者恐怖 长得非常可怕 吓人 谁看到谁都吓一跳 特别害怕 涉尽于人 受饥可苦 横背障碍 咱们这个中华文化 有一些民俗 就是啊 在那个路边呢 敲碗 或者弄一碗米 或者在米上插香 你看你们教育家里的孩子 吃饭就要告诉他 不要把这个筷子插在饭上 很多人不太明白 为什么呀 筷子插饭上又怎么样呢 筷子往饭上一插 你看家里的大 那个 那个 这个 碗呢 盛了一碗米饭 把这筷子往上面一插 就像插了一只香 就好像你要供奉 给恶鬼道的众生了 古代的中国 因为那个时候 很多人对这个佛教文化 不太了解的时候啊 他们以为就是给鬼吃的 其实不是给鬼吃的 主要就是给 供奉给恶鬼道的众生 你拿个碗 装碗米饭 上面插根香 碗的十字路口一放 饿鬼道的众生就想来吃 他就觉得是给他的了 所以你家里面也是一样 你家里面这个米饭上面插一只 插一个筷子 就像供香的 饿鬼就要来吃 但他能吃到吗 吃不到 为什么吃不到呢 他离人一近 受饥可苦 涉尽于人 受饥可苦 他没有办法离人太近 恶鬼道的众生啊 他一靠近人 他就受不了 他能看到那个吃饭 好像能看到有饭放在那了 他一抓起来 往这个嘴里一送 就变成火焰 就烧他的喉咙 对的 他那个米饭呢 一抓 一吃 一吃到嘴里 那个饭呢 食物啊 就变成火了 就烧他喉咙 所以呢 恶鬼呢 又有个外号 叫什么呀 叫燕口 口中喷出火焰 他不是他嘴里喷火 是食物变成火来烧他 他一抓起东西吃 放到嘴里就变成火焰 所以呢 恶鬼的外号就叫燕口 佛教有个法式活动 就叫放燕口 放燕口的意思 就是呢 给恶鬼道放生 我们讲放生放生 就是放畜生 给畜生放生 放生畜生的生命 这个叫放生 放燕口呢 就是给恶鬼道的众生 吃一顿饱饭 这叫放燕口 现在大家理解了吗 这个法式 为什么叫放燕口 放燕口跟放生 他俩是一回事 只不过呢 放生是给这个 给动物一个活命的机会 放燕口呢 就是给恶鬼一个吃饭的机会 所以呢 不专业的人 不懂的人 就是哎呀 寺院在做燕口法事呢 可不要这么说呀 不能这么讲 甚至于啊 很多这个出家师傅 他都不懂 他们都胡说 哎呀 今天寺院做燕口法会 可不是做燕口法会 那叫放燕口 放燕口是给他们 吃一顿饱饭的意思 你说做燕口法会 是一堆恶鬼来 聚过来了 他们聚过来干嘛呀 聚过来咬你呀 吃你呀 所以呀 要叫放燕口 这个不能省略的 不能随便乱讲 有很多寺院的出家人 他都没经过正规的学习 他都不懂 老师寺庙放燕口法会 我们能参加吗 当然可以 是可以的 所以放燕口呢 就是呢 借由佛菩萨 这个经文咒语的力量 借由佛菩萨的慈悲 能够让他们 抓起来这个米呀 抓起来这个饭 怎么样啊 吃到肚子里面呢 能够吃进去 能够吃顿饱饭 不会变成火焰 烧他的喉咙 所以呢 你自己家里面 失食 其实也是 失给这恶鬼道的众生 你的剩菜呀 剩饭呢 其实都可以失食 Om ma ni ve me hum 简易一点 搞请恶鬼们吃饭 Om ma ni ve me hum Om ma ni ve me hum 念七遍 有身边路过的 有缘的 那就能吃到 但是你还得离远点 刚才我们看到了 涉尽于人 受饥可苦 你在旁边 他还不敢吃 你在旁边 他吃不着 所以呢 你把那剩菜剩饭 往那一倒 你赶紧离开 或者剩菜剩饭 摆到那 念七遍 Om ma ni ve me hum 你就离开这个区域 离开个五米 八米 十米 开外 你不然的话 他们还不敢过来 他们 你人在旁边 你的洋气 那这样的 要倒到外面吧 你可以的 你倒垃圾桶里 他们也不闲 你扔到垃圾桶里边 他们也不闲 他们也去吃 所以我总告诉大家 你上供佛菩萨的东西 那个供果 供品 你是可以拿下来 自己吃的 下施的 你是不能再拿回来吃的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不是什么 都可以再拿回来吃的 上供的 你说供给佛的 供给菩萨的 供给魔力之天的 供给观音的 供给如来的 那个东西 果你都可以拿下来吃 下施给恶鬼道的 下施的这些 是不能再拿回来 不能你再说 哎呦 这个剩菜摆这了 我念完了 晚上我再热一热 你在吃了 那是不行的 是不允许的 跟大家讲 那恶鬼道的 称恨心很重的 你不要惹他们 要不你就别给他 给了 那就是他的 就不是你的了 老师 之前您说 在家里点香 去晦气 我在家里 每个地方点香 都插在大米上 我晕 不会饿鬼 会恨死我吧 那倒不会恨死你 你在家里点香 就正常用香炉 不要插在米上 金采米可以 元宝 鬼道能收到吗 不能 中国这个元宝 烧纸 烧元宝 这属于什么呢 这属于是 民俗的孝道文化 并不能真的收到 请问老师 祭祀的可以吃吗 那要看你祭祀谁 看你祭祀谁 你祭祀的是神明 就可以 你祭祀的是祖先 就不可以 因为你的祖先 你祭祀的祖先 那他们也可以说 你可以认为是 六道轮回当中的 那他不是 他不是这个 这个这个 佛菩萨一类的 而且我建议大家啊 祭祖的 或者民间的神明的 你也不要拿来吃 为什么呢 比如说民间 有一些神明 什么关公啊 什么这个土地公啊 说白了 其实就是大鬼 或者是天人 这些大鬼和天人啊 他们一样有 我执和称恨心 你给他了 那就是他的 你供他了 那就是他的了 你就不能再拿回来吃 那你就不能再得到 他的庇佑了 你本来供奉他是要 跟他结个缘 希望他能够保护你 庇佑你 结果你给完了 你又拿回来自己吃了 那么反过来呢 佛菩萨就不要紧 你供给佛菩萨的 那个大家吃了都很好 我也建议大家 那个水果不要浪费 为什么呢 因为佛菩萨是伟大 慈悲光明无量 佛菩萨也不吃你的这个 可是你祭祖啊 拜天啊 拜土地公啊 拜这个关公啊 这些大鬼和天神呢 那他们可能是要享用的 那他要享用 你就不能再拿回去了 供祖先的 建议大家都不要拿 就是佛菩萨的是可以的 那下施的就更不可以了 下施的那更不能吃了 就好像你 就好像你给妈妈吃的那个 那你给咱们的妈妈 给妈妈摆俩水果 妈妈没吃了 咱拿过来啃了 也没什么 你给狗啃了块 你把这块骨头扔给狗了 狗没啃完 你也不能 你就不能再从狗嘴里 把那个 把那块骨头 再放回你自己嘴里来啃 是同样的道理嘛 这是上供和下施的区别 而且你抢了狗的骨头 狗肯定要咬你 我就打这个比喻 那至于你说 别人怎么样 别人没受过 没受过这个教育 他们不懂 不懂 咱就不管他 懂得了 过年祭祖的都吃了 那就现在知道了 以前不知道 因为你没受过这个教育 没人给你讲 那现在我给你讲了 你就知道了 给祖先的 也不要吃 你祖先也有嗔恨心 是吧 好了我们再来看畜生道 还能讲一段吗 还能讲 咱们再讲一段畜生道 那旁生去 旁生去 那畜生也叫旁生 为什么叫旁生呢 就是他跟人道 是在一个空间 跟人一样出生 是一种动物 但是呢 他不是人 属于正规生的旁边生出来的 叫旁生道 无量无边 说这个动物啊 太多了 那个数量很多 他们为什么会堕到动物道呢 因为他们呢 无情无义 做的是无义的行为 有人帮过他 他去害别人 不孝父母 无情无义 做那些个呀 忘恩负义的事 做这个无服刑 做的呀 都是杀 盗 偷盗 杀戮 邪淫 你看那个小狗小猫 在大街上交配 是不是啊 他以前做人的时候 他就各种邪淫 所以堕到了畜生道以后啊 他还仍然不知廉耻 大街上 所以是一不避体 不穿衣服嘛 不穿衣服 大街上就行淫 无服刑 做的都是 不 不培之福报的行为 不如法的行为 不行善的行为 而不是 本着良心出发 做的行为 全是些不好的事 所以堕到了畜生道 堕到了畜生道以后 会表现什么呢 你吃我 我吃你 强者凌弱 这就刚才我们 是有人说的了 叫什么呀 叫 呃 这个 自然界的这个法则 叫弱肉强食 弱肉强食的 强者凌弱 谁比谁大 啊 那狮子就要咬老虎 老虎就要吃 羚羊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这就叫 弱肉强食 人类社会 人类社会也如此 人类社会的原始社会 就是弱肉强食 强大的就去征服 那个弱小的 但注意 那叫丛林法则 人类社会发展了几千年 上万年了 现代应该进入一个文明社会 文明社会 你就不能弱肉强食了 因为社会要形成文明的法则 文明的规则 你就不能弱肉强食了 你看现在如果走在大街上 一个块头大的人 他想欺负我 那我就找警察了 警察肯定说 哎 你怎么了 你怎么当街打人呢 就给他叫什么呀 叫行政拘留他了 那就不行 因为这要讲文明了 那古代呢 他就不讲 古代呢 他就弱肉强食 所以呢 看一个社会 是不是文明社会 有没有走入文明社会 你就看他是不是弱肉强食 你看一个人 有没有先进的文明思想 你也看他自己 是不是觉得弱肉强食的思想 你就知道这个人 是不是文明人 文明人 他就觉得 咱们大家都是平等的 至少从 从这个人性 从这个 道德的角度 咱们都是平等的 你尊重我 我尊重你 不能说因为我比你强大 我就欺负你 不能因为我比你有钱 我就瞧不起你 那才叫文明 不文明的呢 那就是畜生的这个思维 你看这个畜生道 就是强者凌弱 有一些动物啊 佛陀讲的这几个是怎么样啊 佛陀讲的下面的这些是什么呀 讲的下面的这些就是 动物当中还有一些不够好的 还有一些更差的 因为动物 他也有活的好的 活的不好的 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吧 同样是狗 有的就是野狗 在野外吃屎 自己找翻垃圾的 有的呢 就是在家里面养着的 养尊处优的 那被照顾的很好 还叫宝宝 叫儿子的 所以你看都是狗 他也有好的 有不好的 都是猫 他也有命好的猫 有命不好的猫 所以同样都是动物 都是畜生 那也有不同的畜生 所以这里面呢 佛陀讲了这么一类 说有这么一类畜生 若生若长若死 他的出生 成长和死亡 都在那个脏的地方 都在黑暗的地方 不干净的地方 有食有尿 那个肮脏不堪的地方的 从那里生出来的 在那里生长 最后死掉 偶尔呢 渐渐亮吧 偶尔可能能看到点阳光 大部分一生 都在这个黑暗当中 不干净的地方 比如蜜蜂啊 蝴蝶呀 蚊子呀 蚂蚁呀 跳蚤啊 狮子啊 蛆虫啊 而且他还不是一事做呢 他可能要做无量无边 做很多事 蚂蚁当很多事 蚂蚁 蛆虫做了很多事 或者这辈子是蚊子 下辈子是蝴蝶 再下辈子是狮子 再下辈子是蛆虫 他一直在这个黑暗的地方 生长黑暗 生长长暗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笔仙士是愚痴人 佛陀说这样的人 一直在这个黑暗当中 使尿粪当中成长的这些动物 他以前也是人呢 你不要以为他现在是蛆 他现在是苍蝇 他现在是蚊子 是蚂蚁 他以前也做过人 但他是个愚痴的人 他不听经 不闻法 别人给他讲佛法 别人要向他普及佛法 想让他了解 他不听 他不仅不听 他还要骂你 他还要攻击你 他还要诽谤你 他还要造谣你 他还想搞你 整你 弄死你 谁讲佛法 他就攻击谁 谁说 谁传播佛法 他就要弄死谁 他就要搞臭谁 所以他过去世是鱼吃人 滋身语意 滋 这个滋啊 就是放纵 放纵行为 放纵语言 放纵自己的思想 贪酌五欲 造重恶事 生此类中 受鱼迷苦 这些个蚊子苍蝇 蚂蚁驱虫 过去世啊 就干过这些不好的事 什么恶都干 各种五欲 这个财色明实睡 他非常贪酌 于是做了无量无边的恶事 他就跺到了畜生道 跺到了畜生道 人家有人还能做个牛 还能做个马 还能做个被人家养的宠物小狗 他不行 他能做啥呀 他只能做这个蜜蜂蝴蝶 蚊子蚂蚁 蛆虫 跳蚤 苍蝇 成天呢 在黑暗的地方 在屎尿 叫粪尿不净 购惠之处 在黑暗当中 偶尔渐渐光明 而且无量无边 生长长暗 还不只是一试做 可能按类做过十试八试 二十次 千万次 反反复复当蚂蚁 当蚊子 当苍蝇 就在这几种黑暗的昆虫当中 来回转世 因为过去是愚痴 不听经 不闻法 放纵自己的身语意三叶 贪酌各种欲望 什么坏事都干 于是就生此类中 受着愚迷之苦 不读佛经你说行吗 不学佛经的人 根本没有机会 听到我讲的这一段 根本没有机会 看到佛陀 这个苦口婆心的 告诉我们 我相信呢 如果有 有这个基础教育的话 有一些小朋友 就你不要禁止他学佛 不用提倡 不用说把这个 佛经进校园 你只要不禁止 不要禁止这些 别人去听经文法 学佛修道 让大家自然的 能够接触佛法 我相信所有人 只要读了 他就怎么样啊 他就得想 哎呦 我也学一学 我也听一听 哪怕抱着 试试看 哪怕抱着 了解 怀疑 好奇的态度 来学一学 那就能够再多 度化多少人呢 我前两天出门 到这个海边走走 那我们坐在 那个网约车 打的车上面 然后呢 我坐在后面呢 我就不停的 小声的 在念魔力知天咒 我很小声的 在念 然后那个出租车司机 就自顾自的 聊起来了 他聊什么呢 他说 哎呦 现在这些人呢 简直是太 哎呀 太令人呢 生气了 他们呢 自己不信 还不让别人信 你说呀 咱们这边人 你看看都不学佛 都不信神 他们不学佛呀 然后啊 最穷 你看我们这边 东北多穷啊 人家沿海城市 你看那个南方啊 很多地方 人家都学 学佛啊 学那个到寺院拜佛 人家那边富有的很 我们这边人呢 一听别人说 要念佛了 人家就就就就说了 哎呀 你这胡说呀 扯淡的 迷信的 骗人的 你不信可以 也没有人非得逼你信 你不信 你要尊重这件事 然后他还问我 是不是小伙 我说对 是应该尊重的 信仰应该叫 一定要尊重嘛 然后他说对 他说你看我呀 我也可能也没有那么信 但是呢 我遇到这个 佛像 我也拜 那我得尊重这个 必须得尊重 我说对 是就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这个什么呢 你不了解的事情 你先不要妄加的评论 这是一个最起码的素质 你说我不学 不学你接触接触 也没有坏处 没有人非要骗你什么 他说对呀 对呀 你说的太好了 太有道理了 所以这还是有一定根性的人 你遇到没有根性的 怎么样啊 不听经法 你给他讲 像咱们在座的各位 其实你们都知道 咱们有很多人 看有的时候 咱们公开的平台上 开直播的时候 你看他进来 他说什么的都有 有的人一进来 假和尚 一看你那个眼神呢 你就不是清静之人 你是个色和尚 他说我是个色和尚 我说你这句话里面呢 这一句话里面 好几个 好几个 这个逻辑矛盾 第一点呢 我不是和尚 这是你 首先你判断错了 我不是和尚 既然不是和尚 也就没有什么真假的 这个区分了 你就不能说 我是假和尚 还是真和尚 因为我根本不是和尚 第二点呢 你说一看我 就是不干净之人 一看我 就是不清净之人 你这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你有识人的本事 还是说你 你在这个 你学过什么 识人的法术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你说你一看我就如何如何 那我也可以讲你 我一看你 你就不是个好东西 我一看你母亲 就不正经 我一看你父亲 就没出息 你可以随便说吗 为什么呢 因为你随便讲的 是因为你自己的心里出了问题 所以你一看我 说什么 你就不清净 你是一个色和尚 首先第一点 我不是和尚 第二点 我色不色 你怎么知道的呢 你为什么觉得我色呢 是因为你心里有色 你心里有色 所以你看别人 都觉得别人跟你一样 所以你说 我是色和尚 不然 我不是色和尚 你是色人 我是鱼雷 下集再会 鱼雷老师作品 相信大家 鼻子 房子 小红